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771章 千岁 洪志皇帝一皱着眉 对于诸侯赵带着一种深深的失望 这还像太子们 虽是他知道方济帆定会为太子说好话的 可显然方济帆的话 没有令洪志皇帝放下心事 作为天子 太子如此 时时失望 而作为父亲 儿子如此 又如何不担心 方济帆见状 反而气顶神闲了 出关是诸侯赵的梦想 这也算是历史趋势 粮食为人 方济帆越发明白 原来历史既可以改变 可同时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种叫历史必然性的东西存在 就比如 诸侯赵 历史上的诸侯赵 是想尽一切办法 出关痛击大大人 而如今 历史的车轮已经改变 可诸侯赵的心 却是无法改变的 好听点 叫做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难听一点 叫做狗盖不了吃事 那么 诸侯赵出关 会有危险吗 想来是会的吧 作为诸侯赵的大舅哥 以及诸侯赵的媚婿 方济帆不担心是假的 这家伙 以后还得给自己背锅呢 你怎么能去死呢 可是 方济帆深深看了红之皇帝一眼 陛下 儿臣其实是个怕死的人 什么 红之皇帝皱着眉 面露沉痛之色 方济帆却吸了口气 说 儿臣一想到 人要死便怕得不得了 儿臣贪生怕死 喜欢华美的衣服 喜欢犬马 陛下不要误会啊 儿臣还是个正直的人 不喜欢声色 顿了顿 方济帆说 而今 达达人的铁骑到了边镇 他们又来犯边了 陛下让儿臣和将士们 去抵御达达人 这是儿臣和将士们的职责 所谓失君之路 中君之士 此应有之意也 可说实话 哪怕儿臣懂得这大道理 却依旧怕死 儿臣在想 为何死的儿臣 死的是儿臣身边的将士 为何这经历 会有这么多人 被将士们保护着 再次声色全马 纵情欢歌 这公平吗 儿臣的将士们 为了保护这些人 值得吗 洪志皇帝 冷着脸 面色阴沉的可怕 他死死的盯着方几帆 方几帆却呵呵一笑 可是 若是让儿臣和将士们 去和达达人拼命 抛弃弃子 去死战 若是非让儿臣和将士们 去选 那么 我们会选择跟随太子殿下 因为 只有太子殿下身先士卒 这让臣觉得 哪怕是为大明去死 那么 也是应当 也是值得的 太子殿下 不可能此举 在陛下心里 非太子所为 在文臣们心里 定当会认为 君子不该立于 危墙之下 哪怕 殿下所有人 对太子殿下 行为不理解 不接受 可臣和将士们 却知道 愿与自己 生死与共 相互托付 生死之人 方才值得效劳 哪怕 为这样的人 鼓足了勇气 杀入达达军阵 这 也是值得的 陛下 儿臣 严禁于此 倘若陛下认为 儿臣大胆 竟敢强词多礼 那么 很抱歉 儿臣最近脑壳有点痛 可能是 脑鸡犯了 明日 儿臣便出征大同 和达达人 拼了 犹如出官的太子殿下一般 他虽在和西 而臣在大同 可各路边塞将士们 却都会因此而经受 莫大的鼓舞 陛下 臣告退 趁着洪志皇帝 还没反应过来 方启凡 匆匆告辞而出 从暖哥出来 抬头 看着这高照的艳阳 方启凡 脚步从容轻快 你大爷的 朱侯赵这小子 是逼着大家玩命啊 啊 既如此 那就拼了 四日 方启凡 带队出发了 数百车的资助 加上无数牛马 以及两千多元将士 出了警师 沿途上 没有人欢送 只有刘文善和欧阳志 跟随着方启凡 至城门 两弟子败下 朝自己的恩师 挥泪化别 方启凡坐在马上 一身戎装 显得很是鹦鹉 他侄着马鞍 说 好了 别哭了 有什么好哭的 为师是去杀敌 又不是去 被达达人 按在地上宰杀的 你们哭个什么呀 没出息的东西 好好的 为为师守着家 西山里 还有一千三百五十二头牛 想好了 可不可以让该死的贼 偷吃了 为师的牛不多了 要珍惜 罚你们每隔三日 将牛圈内的牛 来数一遍 恩师 欧阳志滔滔大哭 恩师 一定要小心 大同那儿冷 要多天之 几件衣衫 刘文善 眼角呆泪 恩师 少阴酒 不要轻易出款 够了够了 方继帆不耐烦地 摆了摆手 都知道 都知道 我是你们的师父 又不是你们的儿子 走了走了 波马 听到身后 两人还在哭 心中叹了口气 只有像我方继帆这般 三观其正的人 才能调教出 这般讲良心的门声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以自己门声的人品 来勒推的话 自己的品格 是何等的高贵 他策马 呼啦啦的 带着一杆棋士 朝西方官岛 驰骋过去 扬边而去了 只留下欧阳志 和刘文善两人 依旧跪着 以投枪地 恩时极少出境 有没有面对过什么危险 承日抱着脑袋 躲在家里和西山中脑脊 死去大同 却不知会遇到什么凶险 一念至此 泪水便庞涂而出 风几番 此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欧阳志和刘文善的耳畔响起 欧阳志和刘文善两人抬眸 却见洪志皇帝一身便服 急步自门洞中出来 身后是萧静主人 恩时 恩时 已经出发了 洪志皇帝抬眸 眺望着官岛的尽头 却是叹了口气 说 唉 他是个好孩子呀 欧阳请假 洪志皇帝看了一眼 哭成泪人的欧阳志和刘文善 洪志皇帝终于明白 自己为何对欧阳志 这般喜爱有加了 对君王忠诚 可以为保护君王而奋不顾身 对自己的恩师 孝顺有加 这样的人 真是世人的典范呢 洪志皇帝悠悠叹了口气 眼角竟也落了泪来 唉 朕没有送自己的女婿 也不曾送自己的儿子 朕的儿子 虽偶有些不像话 可济凡说得对 太子 并没有辱没大明太子的尊位 但愿 他们都能平安回来 否则 洪志皇帝摇头 一声叹息 敌人 敌人 队伍最前面的刘警 举着望远镜 他驻马在山丘上 激动的手务阻挡 等一下 前方屋里有大大人 终于数百人 深入大漠 已第三日了 终于有人了 朱后赵这一番出动 为了出示自己公正无私 将自己的半板留紧 编入先锋队 可怜留紧一个宦官 不得不打马在前 不过 他什么大风大浪 不曾见识过 不就是 出在最前吗 咱七岁的时候 就被人割了一刀 截去身体的一样东西 在锦州 跋涉数千里 在鄱阳湖 被水灾们三天两头 安在地上揍 可现在 不还活着吗 这算个啥呀 一听到有打打人 还有数百人 朱后赵顿时打起精神 他大叫一声 都随本总兵来 朱后赵所带来的 统统都是 萧綦营中 清锐之人 又或者是 西山诸生之中 骑射功夫 最初磊拔萃之人 这一路 朱后赵与他们 同吃同住 让原本不安的骑士们 突然有了一种 亲近感 原来 太子殿下 也要吃喝拉撒的呀 他尿尿 还尿得 没有大家远 原来他身上 长了狮子 也会一边跟人喝酒 一边手塞到衣夹里面 用手捏出一只狮子 然后啪唧一下 将狮子捏爆 似乎他也很享受 这种清脆的声音 朱后赵 一点都不害怕 他不怕 大家的心 也就定了 能跟着太子殿下 一起出大漠 还有什么说的 就算是死 至少可以吹嘘 老子是和大明太子殿下 一样死在这里的 朱后赵 迅速吃了几块肉干 饿了水 翻身上马 激动得两眼放光 张元希 你的腿脚不好 别胡乱出 跟着为师 张元希迅速点头 另一旁 朝鲜国王李懿 举出弓箭 他虽负责 料望之志 不过 马上骑射作战 似乎他这 料望手 没有什么用处了 好在跟着张元希 李懿的骑射功夫 也是不错的 朝鲜国之人 有眼睛的天赋 射箭倒是一把好手 作战的方式 朱后赵早已一遍遍 在沿途上交代过了 这些熟悉了骑射的将士 没什么疑虑 又见太子殿下 跃跃欲试 也都激动起来 刘吉 酷娘养的东西 来 你到本宫的侧一来 到时 你若是不冲在前 本宫军阀处置了你 来了 刘静急着他的大马鞠 不知不知向了山丘 往嘴里丢了一块肉干 他不会射箭 便拔出太子殿下 送给他的战刀 一张马子里 倒是听唬人的 他举刀大呼了一声 听什么呢 太子殿下 带咱们杀塔子了 太子殿下 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他一拳 能打死一头牛 刀剑如林 刺破 闭塞长空 所有人 大呼着 千顺 战马奔腾 静止朝正前方向 奔腾 而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